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塑料瓶拉丝绳子的一种简单制作方法 下面请看演示 首先我们准备一根原木 锯下50公分左右长度 锯掉之后我们在原木的一头画一个十字形 画好之后我们锯一个十字形开口 大家看锯好之后我们在开口的一边 取一公分左右的高度再锯一个开口 这个开口可用于放置刀片 锯好之后我们将准备好的刀片 这样放在这个开口里 将它砸紧砸实 开口最下端的位置到刀片的位置决定塑料绳子的宽窄 刀片安装好之后 咱们将它钉在地上 钉好之后我们取一个塑料瓶子 将其裁断 将塑料瓶放在中间的开口处旋转 然后将塑料皮条顺时扔 匀速拉出即可 咱们向后拉出的角度 决定塑料绳子的宽窄粗细 这种方法比较适合在户外 没有绳子的情况下这样应急使用 甩直软 食器 虽然 什么 àyám 虽然 n 虽然 够友 虽然 这 大家看 这就是一个塑料瓶子 拉出的绳子的长度 大概有四五米左右 下面给大家做一下 简单的拉力测试 这是一段原木 我试了一下 大概有四五十斤左右 我们试一下能不能拉动 大家看 这样拉起来非常的轻松 绳子没有发生变形 或者是断裂 非常的结实耐用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 我前面还做有很多种 有趣的手工类视频 欢迎大家前来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